在星海珍巴厄的世界里 多陷进攻是一项高超的技巧 但不可以用在多陷法没有 各位观众 接下来进行的是 星海珍巴厄的季后赛 来要进入到的是六强的赛事了 在我声音后面请到的赛事讲评 是江湖上人生阿法的梁哲峰 阿法你好 小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法 好的 在星海珍巴厄的季后赛 越来越接近高潮了 那特别呢 是今天要进行的是六强赛 六强赛 那是由 由于闪电狼的三韩国选手 江潮源选手 对上的是 A组第二名的E.G.Suppie 华裔美国人刘柯能选手 获胜的呢 就要在明天进入到四强赛 对上的是Jun L.Chu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 两位外籍选手的对决 在这个分组 外籍选手火拼 开始了 好看 Suppie 在画面的左边的这一位 刘柯能选手 欢迎你 很有气势 人意从足 对上的呢 正式的画面 右边呢 由于闪电狼的Sanna 江潮源选手 好 那这个特别呢 跟大家报告 Suppie 在例行赛是四胜一败的成绩 回合数是九胜三败 拿到了A组第二名 他那四胜一败 那一败呢 就是输给了黑四 神族的黑四 这个一比二落败 那至于呢 江潮源 San 他是三胜两败的成绩 回合数是八胜四败 那三胜两败 他那两败是输给了 台湾虫王San 虫族的 还有True 也是虫族的 是 所以他们在例行赛输的呢 刚好就是对方的种族 对 那不过呢 San这位选手 在昨天的比赛 对上神族 同样是神族的DS 直接直落似 一波带走 是的 是的 那场真的是打得 我是觉得DS有点可惜 因为他有些细节还有 怎么样 他整体打法都比较头一点 所以刚好都被San 抓到机会 就给打进去这样 所以DS呢 是停留在第七 第八名 也拿到两万五千块钱的奖金 好的 七战四胜制的比赛开始了 获胜的杀进四强 落败的呢 就是第五第六名了 那第一张地图呢 是顺位比较高的 位阶比较高的 A组第二名的Sapi 他选的地图是贝尔十一击 那我们在贝尔十一击 左上角的这位蓝色虫族呢 就是我们的Sapi 一击战队的Sapi 而在右下角的这位红色的神助选手 就是游戏闪电狼战队的San 对其实Sapi他也会讲中文 所以他其实特别是 先前一场表演赛 获得大家的好评 很有风度 他就是表演赛打我跟Solbet嘛 结果呢Sapi真的超厉害 操控性很好 他来摇我的太空工程车 然后每一只都摇到剩一点点血而已 就是不摇死 然后每一只每一只 刚好就剩那个血量 搞不好还一样 那好像是打跟True打吧 对 跟True 对 房泰珠选手 不过Sapi 他其实呢 在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他所展现出来的 虫族的能力也不错啦 不过在AFA的评估呢 对上San 虽然San的位阶比较低 B组第三 是 但是因为San他的最强的对抗啊 就是打虫族了 他有一个外号叫做 世界第一TVD 对 就是打他 那他最擅长的就是一个 单兵营开取 然后呢 转双框之后呢 在一个多兵营的一个 狂战士的前押 我们看看这个系列赛里面啊 应该是会看到他使出这一招才对 哦 抱歉 这边真的要更正一下 这个 仁义重足是True 哦 明天会出赛的 不过Sabi人也很好 真的 非常好 对 对 很nice 因为他又直接会讲中文 所以跟工作人员啊 跟他们的选手啊 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和善 对 可以直接沟通跟交谈 而且他也会 教一些台湾的选手 对 不过San有世界第一 神打虫啊 对 那个其实那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称号啊 就是说因为他的打虫族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对 但如果你说 这是不是真的是世界第一呢 那其实有在商圈 因为也有很多很多的神族选手 打虫族也是非常强力的 但是又就是因为他在 他在打虫族这方面 特别的突出 所以大家就会喜欢 给他一个这样的外号这样的 好 那这个开局勒 有什么特殊的吗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San是一个BG开 那虫族这边呢 则是一个 我们是放下了狗池之后 然后我们开了这个二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 San呢 应该会选择一个主动机 因为 兵营开的这个神族选手呢 他是有比较早的科技 所以一般来说呢 他们都会选择先来一波进攻 来做一个压制 那关键在于就是 三框啊 充足什么时候放三框 如果充足像这样子 我们看到四分多钟 还没有放下三框的话呢 那大概就知道 对方应该是一个瓦斯开局 然后是要准备跟对手 来一个正常打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压三框 可能就没有办法压得很好 所以他可以选择 压或者选择不压 其实都可以了 那就看看我们上后续 要怎么样来做选择 好 先把三个兵营先顶下去 那这样一个就是 先来一波压制 哦 而且真的 神遇到从封门是必须的 是啊 是啊 对啊 特别注意啊 不然会溜进来啊 对 那些小狗 真的是非常的烦啊 对 有动就一百分了 被溜进来 被穿狗 可不是开玩笑的 对 其实像这种单兵营开矿 在自由之翼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最早期 神主其实都是这样开的 但是他们开二框 但是他们都怎么样 他们都是把那个二框 主框的斜坡封住啊 然后先放个三兵营 把兵营弄出来之后 才敢放下第二个珠宝 就是因为 那个他们那时候 没有办法来对付那个小狗 小狗一多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 快速开二框 哇 不过赛萍阿法 讲到自由之翼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世界 对 有点久了 不过其实自由之翼是 对啊 我接触星海最早的 这边夜话虫出来了 不过现在还有人在玩星海一吗 还是有 还是有 而且韩国还有很多呢 还有比赛这样子 还有比赛对 但是没有职业联赛这样 星海一真的也是 风靡超久的 是 还是有人在玩星海一 对 而且玩的人数 甚至比星海二还多喔 不过台湾应该还是有人 在玩星海一 熬自兵已经开始搭起来了 对 哇 这边的 这个又一个缓速 然后小狗虽然很多 第二轮兵传不出来的话 这波压制可能就要结束了 好 这波虽然传出来 不过狗虽然也是消耗相当多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扇后面转的是 我们的VS线 就是我们的飞机场 看他是不是要出先知 果然是出先知啊 对 现在在 虫竹之兴 仙之剑啊 很重要 特别是对上啊 虫竹的时候 甚至神族啊 出这个仙之剑 又来一波一化虫 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 扇这个就是现在 卡住一个很好的位置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 母舰核心的缓速 嗯 然后就消耗掉你的狗 因为你在 不断抱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经济 就是没办法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从屋现在 经济状况是 只有二十九只工兵啊 非常非常的稀少 神族甚至有三十八只工兵 比对手多了九只啊 很多很多 嗯 对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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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招牌 前期就是一波狂战士鸭子 然后逼你 不断地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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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拖延你的经济 哇 现在先知见啊 直奔 从族的三框而去 又发现没东西 没东西 没有狗兵在那边 哇 这狗状况非常非常多 家里面 哇 家里面开始被打了 对 真是二框啊 哇 还好是 有妈妈在做防守啊 哇 这个狂战士这么勇啊 对啊 要耗费这么多异化虫 才把他们解决 对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母舰核心在那边补刀 因为狂战士 如果没有提供的时候 他要砍三刀 可是如果有母舰核心 他砍个两刀 然后第三下 就给母舰核心补一下 那这样的话 他打的效率就会快很多这样 好 来看一下这边呢 蓝色虫竹 Suppie也把工兵也补起来了 是 要赶紧补啊 因为已经终于是把这波是给压制回去了 这波前压制给逼退了 那要赶紧补 要不然下一波进攻啊 会非常非常凶狠 而自己如果经济没有补出来的话呢 你经济就会不够支撑你自己的包兵 嗯 嗯 Suppie 虫竹这边 三矿也赶快下了 包子爬心虫啊 对空炮 是的 没有怕这个先知箭再来闹 对 三矿也开始营运起来了 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上次选择出一台虚空剑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是不是要先来一个虚空 加这个地面部队的压制之后 然后呢 再把三矿开起来 嗯 这是有可能的 哦 不过四根水晶 那这样的话就是要打一波前压了 这边带着少兵 少卫 虚空有两架了 是的 嗯 为什么我们说 你看到对手在补水晶的时候 基本上就等于是 宣告对手要打一波 因为他们会想要先把这个 人口给补充起来 不然的话到时候 这个刷兵刷一个 糟糕卡人口了 哇 那明明原本有优势 在一波兵可能就把对手给打死 但是 哇 传不出来 那可能就前功尽弃这样 所以 阿法特别提到这一点 对上神主 你看他在补水晶的时候 他在建御寿屋了 他就是要赶快要铲兵 要搬进去住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注意 是 哇 这边这波前压 我们干压 这边狗是非常稀少 哇 这一波可能是要直接把对手打死 这立场有方法非常好 后面完全没办法做包夹 哇 直接攻二矿 是的 这段子矿跟单矿 对 就是准备要直接把对手给打死的一个打法了 哇 这边全部都被隔住了 张冲也掉了 哇 只剩小狗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完全没办法挡这一波了 而且蟑螂的数量也非常的少 是 哇 天啊 第一波狂战士拖堵了Supi大量的时间 那个真的是很关键 让Supi的经济是落后于对手非常多 导致这一波冰势 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能够去挡这一波 直接抹到主矿上面来 这样的话Supi离积居是不远了 对,只剩主矿 我在想说他的狂战士真的很勇 要耗费那么多的异化虫才解决掉 所以耗费那么多异化虫就拖垮了经济 对,真的真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关键 这个是Supi的一个招牌 就是利用早期的狂战士不断的跟你做消耗 然后我中期我看要怎么打 如果我拖足时间 我中期一波就像这样子 把你给打死 哇,这边想要来一点反抗 但是只有几条小狗啊 这个完全造成不了危险 只能打出了GG 所以七战四神之的比赛 在第一回合是由神族友谊闪电狼的Supi 获得了胜利 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好,各位观众 这场六强赛 获胜的选手就可以杀进到明天的四强 散队上Supi 现在进入到的是第二回合 由第一回合落败的Supi 神助选手呢 这是由于闪电狼战队的Supi 第一回合的关键是那个狂战士 对,那个狂战士只要能够拖够久 充足的经济是会损伤非常非常惨重的 如果像我刚刚还特别去看了一下那个 我们玩比赛最后都会有一个曲线图 像那种股票分析图一样的 然后其实在看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Supi的经济 整个就是落后于善 就是它中间就是顶回去之后 然后补了一下经济 然后把经济补起来 就稍微凸出来 比那个经济上是比善高一点点 但是马上伤又打下来 然后整个就垮下去了 是,那这一招呢 现在第二回合了 重处要想一个办法挡吧 是的,这一招其实 为什么Supi的PVC这么强 就是因为他这招打的打法 怎么讲 很难就是有百分之百的针对 就是说因为他变招很多 如果你要等一个好地形做包夾 就不像我们上一场 Supi一直归在那边 就等你来,然后躲住好地形 然后这样就可以做有力的消耗 那如果你要等他出来的话 那他就不出来 然后他就多刷几轮兵 然后多刷几轮兵再压 那这样的话 你狂战士的数量一多起来 你狗要包也不好包 是 所以他会看整个战况 来决定他自己的战略的打法 所以其实很难做针对的 这边呢 Supi躲了一只工兵 在Supi的二矿 看到了… 工从过来 你这个… 异种人 对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 好,躲在那边 被工兵收到了 是,想要… 可能这样的话 会让我们Supi觉得 对方是否想要搞事情 对 要曹光炮 还是曹光炮 对,最常看到就是曹光炮 对… 好,这边 神族 神族 韩国拳手这边下了二矿 他这个… 他… 这一场的开局方式非常非常有趣 他这一场是选择一个 单兵营5瓦斯 就是不下BY 先放二矿 再放BY 的一个打法 BY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 机械控制核心 对,一般来说 我们单兵营开二矿 都是… 呃… 我们的兵营之后呢 放在机械控制核心 然后呢 这个… 这样的话我可以保证 我第一时间呢 是把这个空间市民给升了 然后我就可以做一波浅压 但是… 这一场算是选择一个 比较… 偷的一个打法 就是… 他连瓦斯都不放 他连机械控制核心都不放 然后直接先放二矿 这样的话 他在… 他在整个科技 以及经济上面 都非常非常的快 好… SAPI的一化虫 应该也看到了 呦… 你的二矿金… 主包好了 对… 这个什么… 你的机械控制核心 怎么现在才好啊 这个时间点怎么好像 跟平常单地银开二矿不太一样 事有蹊跷 对… 事有蹊跷 不过… 提到这一场比赛 六强赛 获胜的近四强 明天对上 June L2 重组的选手 那其实… 另外呢 四强当然有另外两个人嘛 就是… 台湾城王SAPI 以及友谊选电阳狼的黑四 他们将在下礼拜 对战 对… 他们两位也是刚刚好啊 这个… 都…现在都在北京 打这个红牛杯 对啊 他们现在… 而且刚刚听阿法说 黑四还用了一个超创新的打法 在今天 是的… 他今天用了一个单矿 他打MMA 如果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 以前空头非常强的一位人类选手 人类的 对… 他打MMA 然后使出了一个单矿 也先知转单矿风暴 风暴… 风暴战剑 对… 然后呢 直接在对手的主框的斜坡下面 就开始塞光炮了 然后呢 甚至还在对手的二框上面 放下自己的二框 对… 真正不是败人品喔 那个其实是为了房子换家 对… 他全部都想好 一整套全部想好 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台湾的少年神帝 对… 搞怪到对岸去在国际上了 然后也赢下来就最重要 对…真的 这个我看MMA整个都被打傻了 对… 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样 不错… 在国际赛也能够有创新的打法 是 好,来看一下这一个回合 特别是七战四圣制 是喔 大品能不能够扳回一城 是的 我们看到SAN 这一场他的打法是选择 这个快速的攀金器跟科技 然后再出凤凰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应该后面会直接要下三框 先把三框 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快速 偷三框的一个打法 三框一放 我们看到 7分25秒左右 就放下这个三框 这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三框 这么极限啊 非常… 这个只比那个谁 以前我们还记得Harthstone 比Harthstone的六分多钟开三框 稍微慢一点点而已 对 但是Harthstone的开局方式 是没有科技的 它这个是带科技的一个开三框 非常的凶寒 我们现在除了iPhone 2 各种亲王虫 王虫表示 很可怜 对对对对 工兵也觉得很可怜 我以后被举起来打 不要再排举我了 已经iPhone 3了 很快就出iPhone 3 对,不过妈妈也出很多 这个时候赶紧出妈妈做 这个保护自己的小工兵啊 那我们看一下 目前以视野上面来说 Suppie是有看到对手开三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就能够毫无… 后顾之佑啊 先赶紧补经济了 你们可以看到这时候 这个工兵啊 不断地刷 然后呢 这个妈妈不断地出 准备打一个比较防守型的打法 然后呢 直接攀我们的感染虫草 好 对,现在Suppie 从族的工兵数已经… 刚刚是差不多 现在已经到55了 对神族也刷到50 对,两边的工兵数量都很多 那Suppie待会儿 应该还会再刷一波工兵 然后补到大概70多 然后就会开始… 开始要报兵了 要不然… 如果再不报兵的话 很有可能神族 就会抓一个timing打过去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抓准时间报兵 这个是… 从族选手一定要记得的事情 就是不能太偷 你不能说 我补金兵打 我就补到底 一口气刷个90只工兵再说 不能这样 该报兵的时候 还是要报兵 然后把图控好 确认对手没有进攻意图 确认对手也在偷的时候 你自己才能赶紧再把… 这个… 这个要偷的东西再… 再…再偷出来 这很重要 而且也有听过… 从族的开了矿具 一定要比其他… 就是对手喔 非从族的多 但现在三矿对三矿耶 对 那就是…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讲法是建立在… 从族是要使用低质量冰种 然后跟对手 进行大量的冰力交换 对 那… 那一般来说 从族的冰种质量本来就比较低 所以这个打法是很合理的 但是现在由于战术的演变啦 还有冰种的一个… 这个更新啦改进 其实也有… 也有一些这个… 我们讲说 比较慢开矿的一些打法 然后先把冰种质量提升起来 然后利用冰种质量 再跟对手 做一个平等的消耗 果然这边要下四矿了 不过我们刚刚有看到了 散的… 神族的传输冷静 偷偷摸摸的走一个直角 要绕过来了 对 这边是要… 就要准备… 要准备来牵扯你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从族这边其实不止四矿 它连五矿都开了 嗯… 不过这边取消了 它是刚刚被压制吗 还是… 好像莫名其妙就取消了 取消了 因为它是有看到 因为被空投了 对,应该是被空投了 而且正面… 正面应该是有看到 对手的兵力前压了 我们可以看到 Supi有一只小狗 是躲在对手的亮望塔的位置 这边赶快后重来打来救 哇… 我这边完全… Supi… 它有百神兽 对,它打算要打一个 百神兽的打法 哇,结果四矿取消 五矿也取消了 两矿区都没有开成 是的,但是由于 它是玩百神兽的玩法 所以… 呃… 现在矿区还开不出来 其实算是… 还可以接受 还OK 还可以接受 但是… 但是还是要小心 因为万一如果对手这时候 因为它现在临近出来 它临近如果牵制得好的话 会把你搞得很难受 然后神主反而自己在家里面带开石狂 那就…那就很麻烦了 有,这边又传了六只的狂战士 完全靠后虫 对,哇,打一个双线 哇,下面也投了 下面只有一只妈妈 这个… 哦… 不过位置卡达也不错 但是还是不敌狂战士 对,哇 上面有了六只后虫 下面只有一只 对,哇,这边也过来 青虫太流了 哎呦,这几乎是快要翻线了 进攻了 是的,好不容易 后虫走了下去 哇,这边是… 守住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扇果然是趁这波 骚扰的时候 是把这个试矿给点了 嗯… 因为扇看到对手 是出摆身虫的时候 就知道对手机动性非常差 嗯… 所以这时候它… 像我们那种打多线啦 然后呢,自己去偷矿区啦 其实,虫主是很难去抑制的 因为它机动性真的太差了 好,而且这边后虫 这边不是要靠… 有虫胎啊 对,一定要有虫胎 对啊,后虫表示我 希望我也能够瞬移 就可以直接下去救 对 而且狂战士都已经有冲锋了 是的 但是在打多线上面呢 是更为有力啊 好,这边摆身兽 这时候… 这时候由于自己是打一个 基督性慢的部队 所以其实这个虫胎真的… 铺设是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虫胎全部被断掉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妈妈 可能被勾到左边来 然后右边可能就… 就失火 然后妈妈就过不去了 好,肥胎出来了 肥胎要先教训传输冷静吗 对,一定要先把这个… 这个盲中刺 这个背中刺 眼中刺 对… 可以解决掉才行 肉中刺、眼中钉 肉中刺、眼中钉 但是现在这个刺很大 是…巨像都过来了 对,但是肥胎 往对手家里面冲 对手家里面有没有防守 三家里面… 空空如也 也没有对空的 对 好,这边非常… 吃鸡腿 其实很开心 探测机 对,但是要小心 因为对手是两个飞机场 他当时驻过凤凰非常快 这边的桌心也打得非常好 狂战士把公民屠杀的一干二净 那现在是要换家吗 有点难度 现在要换家有点难度 对,因为只有飞堂的情况之下 你猜对方的建筑太慢了 对方的火力很凶 有点虚空 真的很快要戳后又凤凰 对,还好是点掉了一些 但是我们看到对手的火力 真的非常凶 三台巨像 然后三台虚空 后面还有白球 这个…这个很难打 好,这边要不断地亲对手经济 哦,不过现在神族的工兵 这五降到只有35了 重塑了76 一倍以上的工兵数哦 对,这一波经济骚扰非常成功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 这个散了这一波进攻 因为他正面火力现在非常的凶猛 如果他这一波进攻 能够把重塑的一个经济给压掉的话呢 甚至把这个…这个…这个… 部队给打伤的话呢 重塑还是有点危险,还是要看 但是目前来说 当然是杀皮占优 现在重塑已经200万人口 有引刀 引刀来了… 还好上面有两只剑刀蝗虫 正在变了 有剑刀蝗虫 两只剑刀蝗虫对付一只引刀 是的 无所遁形 扇这波也不敢出门 那这样的话 扇可能就很难打了 对,这边非常多数量 不过那在下方又有百生兽 是的 凤凰的数量还来不及去起来 目前是只有八只 百生兽直接拆你下面的框区 不过还好阻力部队在下面 好,凤凰跟飞堂打 对,这个… 因为数量真的太多了 就算你凤凰有八只 也不一定占得到优势 我们看到这个一甩一只 甩一架就死一个 哦,连辅菲也过来帮忙吸收火力 哦,现在人口数差到有八十了 八十个单位 是的 哇,这样的话 这个整个经济是完全被断掉 只能打出了GG 哦,所以在这第二回合呢 是由重足的一只Stuffy 刘柯能选手获胜 双方赞成了一比一平手 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双方现在七战四胜至的比赛 战成了一比一的平手 进入到的是第三回合 由上一个回合落败的 游异闪电狼韩国选手 SAN选地图 他选的是冰霜之地 那在冰霜之地左上角 这位红色的神主选手 就是游异闪电狼战队的SAN 而右下角 蓝色的重足选手 这是来自于1G战队的SAPI 哇,不过这边真的要请教阿法啦 上一个回合 这个... 怎么还停留在 那个重足SAPI 他被传输人禁闹 然后四框五框相继取消之后 那怎么一个局势 由这个SAPI 飞躺出来之后 就哇,整个 由他掌握住优势了 这个...在正面 我觉得是 SAPI这一波飞躺是转的 擅自完全没有意料到 对,因为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你看到 当我们看到重足选择走一个 擺伸兽的打法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像说 对方是要擺伸兽 然后开始拖时间 然后可能是要打 然后看到... 假设有看到飞躺塔 他可能第一时间也是想说 会不会是要出这个大龙 然后呢 打这种免费... 免费...免费流有没有 对... 地面也免费 空中射的东西也都免费的 然后打这种打法 所以SAN一开始没有... 他虽然有两个VS 就是我们两个飞机厂 但是他也没有第一时间转凤凰 因为他没有料到 所以这一波飞躺一旦转出来之后啊 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 导致SAN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做好这个防备 我们看到经济整个实在 全部被打断 对... 那打断之后其实SAN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机会啊 其实就是... 地面部队就往前一推 看看能不能够把... SAPI打死 如果他这一波他那时候选择不推 那就比较可惜 因为经济已经落差非常非常的多 那时候三十几比八十几 那工兵数量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没有后续可以跟... 重组选手打的 嗯...所以最后就... 失败了很可惜 是...那现在这... 第三回合... 开局的部分咧... 嗯...我们可以看到SAPI这边是选择一个... 十五迪开 那...神族这边呢则是一个单兵营开局 那看看是不是又要回到... SAN的... 这个最喜欢的打法就是... 先来一波狂战压制再刷 嗯... 这是他最擅长也是... 最有把握的一个打法 而且因为... 这场比赛两位选手是不同种族的哦 这个神对虫 所以其实在... 每一回合... 选地图的那个时候 这个地图就有他的意义了 因为前面有时候我们看到神对神 虫对虫 那选途比较没太大的意义 那...所以他们其实会针对... 对自己种族有利的来... 选地图啊... 对...像是我们第二张... 这个星际基地有没有... SAPI这张就是因为... 二三框之间的附地宽广 神族很难做防守 你立场可能要这个... 怎么放个七八个 你才能隔一排 对...非常难防守 那很有趣就是说... 那SAPI自己... SAN自己知道... 这张地图三框难防守 所以他就反其道而行了 就... 提早开三框 等于难防守最主要就是说... 当你使用正常开局去放三框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虫族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timing 它可以爆大量的异化虫去把你的三框给打掉 所以如果你提早放下了三框之后呢 你可以提早在那边做一个建筑学做光炮干嘛的 那提早做好防备之后呢... 这个timing反而打不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两边的选手都是... 因为这个地图而... 做... 做了一些影运上的调整 对 那...那...那...那这张呢... 冰霜之地 神族比较有利吗 这张地图其实不一定喔 这张地图我觉得... 善选这张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张地图它藏水晶的地点很多 而且这张地图... 呃...有比较多的高低波跟... 比较狭小的路口 比较适合狂战士的一个前压 我还记得... 它在这张图应该是IEM... 新加坡战的时候 它在四强赛打一个很强的重拾 叫做... 我记得是F4 这个是韩国选手啊 那那个...那个timing真的是... 让人完全是匪夷所思 我记得... 连外国的赛品都是... 天啊! Amazing! 对...这实在太夸张了 怎么会在这种... 山框的时候 就是... 是直接开山框 山框之后 它还传一波狂战士去压制 而且那时候重拾选手是打... 打双喷 非常神奇 用狂战士前压 然后打双喷出来的timing 这个是前所未见 非常的强 哇 来了来了 狂战士已经来了 来了来了 好 这边看看能不能够... 把狂战士给消灭掉啊 好像是可以咬掉 咬掉了 顺便去咬一只鸡腿 不过... 刚刚母舰核心一直去打三框 应该一只母舰核心 挑不掉一根框吧 不然就太拼音罢了 真的... 真的... 母舰核心的火力速度 刚好就等于一只... 没有打针的狂战士... 没有打针的机枪兵 所以它火力其实不是很强 对... 好 这边带一个包夹 包得不错 包得不错 这一次包得非常好啊 这个... 这一次... 叫回去了吗 这被咬掉了 对 被咬掉了 这边... 这边... 这边又要被咬掉一波 这一次重途 Sapi又受提防了 是的 我们看到狗数量非常多 目前攻兵数量来说 两边是36比36 是一样 这样的话呢 就能代表就是说 这一次... 这个... Sapi的防守是非常非常成功 像我们上次在看的时候 那时候 Sapi的这个攻兵数量 就是他防... 他防住的时候 那时候 San的攻兵是已经来到 大概将近40多了 嗯...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 他在这个整个 防守住的时间点上 是提... 是有提前的 所以对方的攻兵数量 其实是比较少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San这边是选择 比较有趣的战术 他这一次是选择出零进 然后呢 家里面是出了很多的哨兵 看看是不是要选择打一个... 这个空头... 空头哨兵 然后呢 传狂战 然后来做一个... 骚扰的一个打法 果然啊 把这个... 这个给... 给...给载走了 那... 王虫有没有看到呢? 哦... 有看到VR 有看到我们的机械制造厂 对... 丢了加速在那里 是... 刚刚那只王虫也是看到了... 零进飞出来 那... 不知道Sapi有没有看到 如果有看到的话 这样的话要做防备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哦... 所以其实对上... San 的狂战士 呃... 虫柱也不可以一下子太害怕刷出一大堆异化虫 那你就会少了你的弓兵就对了齁 哦... 要拿捏得刚好 嗯... 其实最好... 最好一开始先刷多一点 先刷多一点 对... 这样的话你就能提早防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后面就可以担心扶兵 嗯... 哇... 这边是... 这边想要... 林静是想要封阻礦入口啊 但是直接被发现了 啊... 那这样的话这波的一个骚扰应该也是没有办法造成太大的伤害了 哇... 没有地方放下来 对... Sabi这边是守得相当好啊 好... 这边想要... 这边应该是要封矿区 好... 再放一个... 哇... 真的... 卡一些工兵 卡一些工兵在里面 然后呢... 有多少杀多少 有问题再飞走就好了 这样子 对... 这个是一个蛮经典的骚扰 就是说从自由之一时代 就有这种这样的骚扰方式 让对方工兵想工作都不行 哈哈哈... 他有工作意愿啊 竟然被果冻盒卡住 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 哎呦... 很聪明喔 这边还再放了一个... 幻象 看看你后续要怎么样转型 啊... 不过... Sabi... 虫竹... 的翼化虫跟蟑螂都往前推了 嗯... 应该是要去顶对手的山框啦 嗯... 我们看一下... San的山框 哦... 建筑学是... 刚刚好要放好了 好... 这边... 是卡住... 哦... 哦... 主力部队在这儿 对... 这样的话要锁住是没有问题啦 对... 这枪地图山框还... 这个位置还蛮好开的 翼化虫跟蟑螂也退了 刚刚看到有... 不朽 有两只... 三只不朽了 但是他后面转的是两个飞机场啊 这个不朽最主要的目的是在... 防蟑螂 嗯... 他不是要打这个我们俗称的三不朽战术 这样子 他是要为了防... 防助对手的蟑螂的一个... 呃... 所以他先出一些不朽 然后家里面准备要出双飞机场 看看他是要打算要... 呃... 有其中可能一种是... 爆大量的这个... 哦... 但是明显被缓过了... 哇... 立场立场... 哦... 还好... 哇... 还好有些部队是即使逃脱啊 嘿... 这蟑螂... 来不及逃出来 那易化虫是想要去救的 哈哈哈... 稍微被...被卡了一下 哎呦... 这边偷偷开了一个矿区耶 在一点中方向... 重足... 是的... 右上角这边偷了一片矿 应该是要准备因应对手 万一是要打患家的话 这片矿可能可以救了自己命啊 好... 这边下了螺旋塔 是的... 这个螺旋塔下得蛮早 这个是跟他的那个... 感染虫草是一起放下去的 哦... 然后... 然后那个Sappi... 不... Sun看到了螺旋塔之后 是放下了两个飞机场 然后呢... 准备要大量出... 呃... 凤凰来... 来做这个... 反制 哦... 又来骚扰 哦... 这是换狂战士来骚扰 对... 对... 不过这边的狂战士 应该是命运多吉啊 要...要回去 可能也回不去了 欸... 小眼睛有看到了... 飞塘已经飞过来 是... 飞塘数量还蛮多的哦 是... 往对手三框那边跑 哇... 不过... 散的阻力也在三框 好... 来来来... 但是... 阻力要赶进... 好... 凤凰来了一些... 但是只有四台... 有点少 哇... 哇... 这又甩掉一只 好... 再甩掉一只 欸... 哎... 哎呦... 要清掉凤凰战机了 对... 这边飞塘有些损失啊 对... 后面追猎赶快过来 追猎是可以对空的 对... 但是他打... 他打轻甲还是有点弱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推荐用... 这个追猎防有飞塘 还是用凤凰配那个... 白球会是最好的一个组合 哦... 除非你有闪追 闪追的话... 嗯... 用追猎打... 防飞塘最大的问题 不是在于说防不防得住 而是在于就是说 你当你闪追... 刷出来... 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瓦斯不够转型高科技兵种 哦... 因为追猎其实蛮豪 瓦斯的一只要50点 嗯... 对...所以当你刷出 能够守住对方大量非常的... 数量的追猎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哎...糟糕... 没有转型空间 那这时候如果对手转一个 双喷出来的话 那会非常的痛苦啊 兵种质量完全是打不赢对手 哇...不过现在虫竹是五矿打神竹三矿耶 对... 公兵数95对59啊 刚刚倒过来啊 95对59啊 是 哦呦... 所以现在虫竹真的是... 又满人口了 对...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完全是要准备打猥所流啦 嗯... 就是...就是... 我用这个百生虫有沒有 然后呢... 用百生虫来... 来做防守 非常就是逼你... 逼你搞得... 搞得你很烦 让你出不了门 然后呢... 家里面这一无限第四你要多现我 你也没办法因为我第四多 嗯... 不过飞堂这边是射程好像升好了 哦...对... 对... 这些...这些飞堂是要完全被歼灭掉了 我们看到连甩都甩不动... 甩不到 哇... 死得太惨了 哇... 这个凤凰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 对... 这个就是凤凰最强势的一个点 嗯... 打轻甲太强了 对...iPhone 6 哦...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Suppie这边选择出 辅飞要准备压制飞堂 然后第一面再靠我们的这个摆身虫啊 顶住对手的正面部队 让对手不敢 这个... 正面推进是比较没有办法推进到 自己家里面这样 好... 要... 努力开启四框 对... 这边要... 要赶紧把这框开出来 因为对手的框区已经很多了 嗯... 是已经...四框已经开了 所以神主义也自己要赶紧开四框 不过现在神还没有发现呢 这右上角的那一个第五框 对...这个完全...自己完全是不知道 对手是完全不知道的 呦...百生虫也可以举起来 对... 埋力的时候你只要小眼睛就可以举 可以从地下把它挖起来 是的...这边...这边损失有点...有点严重啊 这个... Suppie这边的这个包子塔 没有保护好我们的百生虫 然后百生虫这边是损失的三只 其实也蛮多的 嗯... 所以他也不会去举那个... 免洗的小虫虫 哈哈... 觉得也没用啊 他待会就自己死掉了 对啊... 噴一下... 这是磨牙齿 虚空剑出来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 右上角那个框可能会被散发现了 哦... 我们看这个这边是... 哎呦... 狂战士在这边做巡弱 对...狂战士过去了 觉得怪怪的... 是的... 不过正面这边啊 蟑螂已经打过来了 对 这个对面打得还不错 但是可惜没有烧到太多东西 那现在就是... 我们这个百生虫啊 就是现在在拖时间 就是拖什么呢 在拖对手 因为现在对手的具象 我们可以看到具象数量并不多 射程也还没有好 这个时候百生虫 是有一个非常强力的timing 他利用这个timing去把对手的部队压制住 那压制住以后 自己家里面就可以... 想转什么就转什么 想攀科技就攀科技 那我们可以看到 Suppie这边是经济市 已经全部补起来之后 是准备攀山本 然后他刚刚出了大量虎飞 第四也不断在插 那这样的话就是要准备打一个 真的就是我们刚刚上一堂讲的 免费小虫子流啦 是 又出大龙了 对... 哇 第四又插了七根 其实观众光看 右上角那个金矿瓦斯 就知道这个虫族Suppie多有钱啊 花不完的感觉 两千多在那边跳 那另外一边神竹就还蛮久迫的 对... 哇 这边打了一个双线 这边用不朽来打 上面用狂生士来插 不过第四数量非常的多 好 当然也来救驾 但要守住应该是没有问题 哇 这边还抱了一些狗 要准备吃这一波不朽 其实有点虚啊 这有点怕 所以先抱了一些狗 哇 那个不朽 哈哈哈哈 赶紧来对吧 还是拍得上用场 对...还是赶紧来 对... 因为现在他发现对手 也是要开始多陷他 这时候出一些狗是对的 因为狗的机动性 才有机会能够防止出这样子 节奏比较快的一个多陷进攻 不过虫竹这边 虫太已经铺过中场了 运到前场去了 而且用百生兽 不断不断地把阵地往前推 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百生兽 真的拖足了非常多的时间 神兽是完全是... 无法跨越雷池一步 感染虫 哇 钉得相当好啊 这个... 这边被钉掉那就惨了 哇 虚空被钉了 对 不过还好 对空火力并不是很多 好 来... 对空火力来 对 腐化飞虫 哇 蛋塔加海带的组合 现在飘过来了 数量也蛮多的 是 所以上次只有这些零星的骚扰而已 正面部队在这里 这时候善事想要集结正面的一波 最强势的火力跟对手打 就是想要顶正面 跟队友比拼正面 但是现在以这个冰冻组合来说 待会... 其实冰冻组合 现在就已经很恐怖了 现在只要感染虫 因为感染虫比较少一点 如果再多一点,有没有 你定住以后 然后虎妃直接 A过去 然后把具象秒掉之后 地面的这个小虫子 是完全无法获得解决 那这样的话 正面战场的这个... 这个比拼上又会落后于对手了 嗯... 具象三只 其实就可以很少 那个小虫虫 小蝗虫了 对 但是三只 虽然它可以... 它可以就是... 三只少一下 刚好死一排虫 但是... 但是... 因为它的攻击间隔还... 有点久 所以当你死一排虫 后面还有好几排啊 就直接压到你这边来 所以最好我们通常是讲说 大概是... 大概要五六台 哦... 才能够... 比较快速有效的 能够往前推进 要不然其实你只是能够守住 但是不能往前推进 你还是被压在家里面 这样子 嗯... 哇... 这个不化飞虫 又等着八巨像的头啊 对... 我们两边都是在... 都是在准备打一个 最终极的一个冰龙组合 对... 现在双方其实都是满人口了 200 对... 满人口了 而且我们的Suffy 是... 是六上角的矿是一直没有被发现的 嗯...还是没被发现 对... 而工坊呢? 双方的... 工坊理论上 现在应该都是... 大概都已经三攻了 哦...都已经三攻了 对... 我们看到神主是三攻一防 虫竹这边的话... 呃... 看一下啊 好... 虫竹这边空军也有两攻了 地面的话是... 二攻一防再提 对... 既然已经满人口了 就看看那兵种的质量 哦... 是的... 嗯... 哎呦... 这个矿处也被发现了 对... 这边也是被咬掉了 哇... 这个... 这个风王现在派不上用场 其实送掉也是... 也是正确的 把人口腾出来 青人口... 哎呀啦... 哎呀... 還是没看到吗 哇... 那一隻狂狂是... 還是没看到 诶... 他会瞄到吧 他看到虫胎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看到了 对... 虫胎是有看到 啊... 有看到虫胎... 啊... 这样就知道上面 这肯定... 有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在上面 我好久在隔壁下這個礦區 那現在沒幾個礦可以讓神族的散來下了 對 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這個散 這個是第幾礦 五礦也是被壓制得很慘 這邊 好好好 終於是把這個3AOE部隊是給弄出來 把我們的這個 白球閃電配巨像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在正面上 想辦法跟對手來一決勝負 哇 這個第四是拖到 對 隨便戳 對啊 被第四 被亂槍射死 對 這個 看雙方都不會再更高階的兵種出來嗎 有沒有看到大龍或者是 現在不轉大龍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空中的虛空 你如果轉大龍的話就無法獲得解決 因為你的感染蟲數量不夠多 地面也沒有足夠的這個 像是什麼刺蛇 或者說感染蟲數量真的多到一個很龐大的數量的時候 你只可以丟蛋來解決虛空 但是現在數量其實還不夠多 哇 這一把變 這邊被截了 哇 被截了被截了被截了 對 百神獸在逃命啊 天啊 找不到地方買 哇 太尷尬了 哎呀 操作失誤 哎呀 哎呀 被電光啊 被批著百神獸 被摧毀 對 這邊想要強制開戰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閃電加虛空威力太強大了 沒有地面的這個 我們的百神獸 如果在地上做支援的話 哇 這個空中是完全沒有辦法 不過我剛剛 剛剛看一個非常神奇的 就是蟲族這邊 剛剛百神獸被清掉 然後瞬間 沙匹的人口變成150幾 但是又瞬間變199 對 到底是補什麼東西 哇 我們剛剛大量的飛糖是補出來了 哦 原來是補飛糖哦 這波轉得相當好 但是數量還是沒有到達一個臨界點 我們看目前總共非常重 是有29隻 如果… 飛糖又被中間被打 對 看看… 看看沙匹要怎麼做選擇 他要打換家嗎 他好像要打換家 他覺得自己管子夠多 但是對手不給換家的機會 直接往後逃 對 就是武劍核心叫回來 對 決定回救 哇 打到這個… 打到這個局面就很有趣了 打到這個局面就是說 如果沙匹這時候不斷地再出飛糖的話 因為神族現在只能跟我們… 很滿 好 這邊偷 就是這樣 這邊巨像被秒掉 哇 就是這樣… 我說的就是這個 如果飛糖出動再多一點的話 這個空中是沒有辦法跟飛糖做比拼的 就只有白球而已 有飛糖又有腐化飛蟲 現在空軍的絕對優勢 在蟲族沙匹這一邊 對 因為大量飛糖 一定要靠鳳凰解決 這個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不變的定律 對 這是不變的定律 因為如果你想要靠什麼閃電啦 靠什麼白球來打那個是… 那個是不切實 因為飛糖跑太快 你的白球這個最後追不到 閃電可能電一下 然後這個可能… 損個十滴血然後飛糖就跑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靠… 能夠追得上飛糖的鳳凰來打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蟲族的優勢就在於 他轉變非常非常的快 對… 他可以一瞬間爆出… 然後一大群非常跑出來 對啊… 我剛剛看蟲族真的… 反正被降到150幾人口數 又變199了 現在反而是神族的人口數 降到140幾而已了 對… 他的這個經濟也是… 也是乾啦 他後面的經濟… 因為已經踩很久了 我們可以看到二礦都乾了 三礦… 三礦還有在踩 四礦也還有在踩 但是就只剩這兩礦經濟了 沒錯… 他一直無法往外面開出第五礦 對… 這個轉型轉得非常的成功 這個… 當時這個… 這個… 壓制五礦也是壓的 非常非常成功 好… 現在空軍… 哇… 死一排 對… 空軍這邊… 蟲族真的絕對優勢 是的… 你看… 這時候想要… 這時候… 唯一的希望就是… 看那個神奇的閃電 然後… 在白球可能摸個兩下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飛狼完全不理他 你只要白球閃電過來 我就跑 哇… 這個機動性又高 對… 而且他在你家裡面 不斷繞不斷繞 你就一輩子就不要出門了 你一出門對手就是打你家了 對… 就直接把你餓死就對了 是的… 然後他這邊就… 開框開得超開心這樣 對啊… 然後如果你要打後 後面還有這個… 這個管子陣有沒有 一大堆第四這樣 兩三排這個十幾排第四在這邊 哇… 打都打不進去 明明在七點鐘八點鐘方向 還有空的礦區 喔… 這個電得相當不錯喔 但是飛狼跑很快 球跑掉啦 對… 只有黃血… 喔… 白球過來摸 哇… 光炮也不少 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 這個非常… 一旦多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 真的是太難打了 嗯… 太難打… 對… 對神族來說真的太難打了 真的啊… 明明七八點鐘方向 像一堆空的礦區 但是… 散了 神族這邊看得到吃不到 對… 出不了門… 出不了門 好… 這邊坐… 從側面坐包夾 但是… 唷唷… 這邊是損失掉了很多的虛空箭 這樣的話 虎飛是… 很難獲得解決 嗯… 這樣的一個… 戰損比 神族好像也沒討到便宜 哇… 這邊很多的白球 有沒有機會… 強勢推進了 發現這個一直被壓在家裡 也不是辦法 只能推進了 對,八顆白球,八個執政官 是 非常終於被消耗掉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地面上自己轉出了 大量的感染蟲加這個… 白神獸… 白神獸… 又重出江湖了 對,應該全部被釘光光了 太慘了 真是… 被釘在那邊,連跑都跑不掉 一排球被釘死了,GG 哇… 所以這一場 10級的戰役 是由蟲竹的Suppie獲勝 Suppie取得了2比1的領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現在要進入到的是第四回合了 哇…剛剛第三回合 真的是史詩級的戰役啊 對… 使得Suppie目前是2比1的領先 那第四回合呢 是由上一回合落敗的San選地圖 他選的是永夜之境 那我們可以在12點鐘上面這個點位啊 看到紅色的神族選手就是… 這個友誼閃電狼的San 他在6點鐘 藍色的重組選手就是1技戰隊的Suppie 哇…那上一個回合咧 我相信很多的關鍵點啦 但是… Suppie Alpha 幫我們提出一個後期的關鍵點好了 對…這個… 我覺得最… 呃…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他那個右上角那個礦有沒有 偷到以後有沒有 他就有大量的瓦斯 嗯…那這大量的瓦斯 就提供了他一個什麼機會呢 就是他後… 後面送掉一波兵之後 轉了大量的飛糖 嗯… 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知道大量飛糖 一定要大量的瓦斯 因為一隻飛糖要100瓦斯 這個相當的多 所以如果你沒有大量的瓦斯的話 你是沒有… 你是沒有這個轉型空間的 所以這一波偷出來 然後轉出來之後 神族是完完全全無法招架 這是神族現在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困境 就是說 他們一旦200買人口之後 然後對付這種… 原本是要打算走這個… 這個地面部隊 像是我們的… 大量的百生蟲 然後空中就是大量的浮飛 那你一定要出大量的虛空 大量的巨像來打的時候呢 那他這個瞬間的轉型 你沒有辦法應付 因為你這個已經卡住了 對 已經卡住了 這個是現在神族… 神族很大的一個… 一個沒有辦法突破的瓶子 所以很多人都是怎麼樣 就是說他以不讓對手 能夠把礦區開出來 以多線的騷擾為主 讓對手不把這個瓦斯 挖出來 挖之後一旦挖不出來 他就沒有轉型空間 他就算轉型了 你… 他這個沒有辦法 一口氣爆很多的情況之下 你也有機會是把鳳凰給追上 對… 所以整個關鍵就是在這裡 是… 那這個回合… 當然總共只有七張圖可以選 那他選擇的這個 永夜之境 跟上一張冰霜之地比起來 這個圖又… 感覺是不是小了一些 小滿多的 小很多齁 對… 而且這張地圖也是很容易 藏水晶的一個… 一個位置 嗯… 一個…一張地圖 所以要看看我們 色皮有沒有辦法 像我們上一場一樣 第一時間有沒有 就把對手的這個… 進攻的… 路線找到 然後呢 趕緊抱狗 然後把對手給包掉 這樣後面就會好打很多 這個… 由於閃電狼的San喔 這位韓國的選手是… 他其實呢 在TESL 就是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星海改成這種個人戰之後 電競六年有第一季第二季嘛 現在是電競七年的第二季 等於前面打了三個… 算半季好了齁 三…三季啦 那三季裡面呢 台灣從王Sam 拿了兩個冠軍 一個亞軍 唯一Sam 沒有拿到冠軍的那一季呢 的冠軍就是這位San 對…他那個在電競六年的第二季 例行賽 五場全勝 而且回合數是完美的 十勝零敗 一個回合都沒有掉 然後到了四強賽 因為這個分組第一嘛 就直接打四強賽 四強賽他先對上的… 也是他的同胞 韓國選手 TOP人類的選手 那先不打先有一回合勝 後來是3比1勝 那冠軍賽呢 他就是對上台灣從王Sam 他前面三回合還落後 一勝兩敗 就是BO5的喔 就是五戰三勝制的 後來連拿兩回合 倒打 從台灣從王Sam手中 唯一讓Sam 沒有拿到前面三季的一個冠軍 就是Sam 是 那他… 定進七年的第一季 就上個賽季他沒有來打 那這一季又再來 而且披著是 由一閃電狼的戰袍了 對 但是這一屆又更精彩 有更多的外籍選手來 對對對 所以真的很精彩啦 看這個回合囉 當然現在已經是2比1領先的SAPI 如果再拿就聽牌 那如果Sam拿就平手 是 而且目前以戰況上面來說的話 SAPI現在是取得到了一個 偵察上的優勢 偵察上的優勢 對 因為他是看到了 對手的第一根水晶 就是左上角這根水晶 他是看到 那這樣的話就知道 對手是要從哪個點位進來 那這樣的話 他在待會就包夾的時候是會 會變得很順利啊 我們看到這邊他是選擇 先往對手下面壓壓看 看 對手在防守怎麼樣 但是有哨兵做防守這樣的話 是沒有問題 咬得掉嗎 很難 因為他會直接傳那個 傳那個哨兵 然後後面再加建築學 基本上是打不進去的 喔 不過 家裡面是爆了很多狗 要守這一波的狂戰士 好 直接回家 好 發現手術就把這個 原本要做建築學的 建築取消掉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錢省下來了 我剛剛看到那一幕 我真的有點 還是得要叮嚀一下 我們台灣的選手 因為我常常看到 台灣神族就會被傳進去 對 因為有動一百分有沒有 就看人家怎麼守的 守這個蟲族的一畫蟲 是 他永遠就有留一隻兵 如果是掃兵更好 然後就放在那邊 然後就你咬的時候 他不是有警示音嗎 那趕緊切回去 然後放個立場這樣 對啦 不要犯這種 我們說低級的錯誤 然後人家溜進去 那就有點難看了 對… 這邊… 第一波雖然打不下 但第二波又來了 這波很多嗎 很多… 這波很難過 為甚麼很難過 因為從族第一波 他覺得我好像守住 然後他可能會去補公兵 所以他可能沒有料到這一波 然後這一波這樣打散 這個地勢好多 來得及好嗎?現在渣了 有點難… 立場豐富,斜坡口 沒有援軍 對,這個立場放得很及時 這工兵在下面一直被捕殺 第一次來不及好 對 因為第一次在還沒好之前是零防 被狂刺砍很痛 跑了之後有兩防 所以就比較耐打 所以好了之後血很少 這次全都被自己打掉了 殺了17隻的工兵 這個開局神族很大的優勢了 一個優勢了 對,這一波… 這一波是剛好是打中了 薩皮在補公兵的一個時間 對,薩皮… 薩皮由於是為了要防守住他那一波 第一波進攻 所以我們看到他連三框都沒有開 把資源省下來爆狗 但結果沒想到對手 第二波自己就守不住了 哎呀… 二框要掉了 二框掉了就… 對,去掉半條根 還好這一波狗是留下來 如果是那個哨兵有反應有沒有 無限封入口 等下就會更慘了 他也打了GG 所以是神族的散獲勝 現在雙方贊成了2比2的平手 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各位觀眾,七戰四勝之的比賽 現在進入到第五回合了 前面四回合,雙方贊成了2比2平手 這個回合是由上個回合落敗的 薩皮,劉柯能選手選地圖 他選的是廢棄寮望戰 那我們可以看到廢棄寮望戰 但左下角,這位藍色的重組選手 就是1G戰隊的薩皮 而在右上角呢 這位1點鐘點位 紅色的神組選手就是 友誼閃電郎的薩 不過相較於第三回合 打到一個雙方超級大後期 兩百滿人口 打了N9 但是第四回合又很快 第四回合的關鍵在哪 對,這個就是扇的招牌 隨時隨地都有狂戰式前壓 大家一定要小心 這個一定要把它寫在便利貼 然後貼在自己的額頭上 貼在螢幕旁邊 對上扇的時候 隨時隨地都有狂戰式前壓 隨時提醒自己 對,絕對不能夠出乎大意 因為扇就是他能夠隨時隨地找到一個timing 然後做一波狂戰式前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第一波 好像擋住了,重組可能就很開心 沒想到第二波馬上就來 而且這波還帶哨兵 這個威力就巨大無比 下次去貼到扇的額頭好了 這樣大家都會知道 不過這場比賽當然 兩個都是雖然外籍選手 算是韓國人打美國人 這個Sapi劉柯能 他是華裔美籍 華裔美國人 是 他會講中文 家裡很要求他要講中文 不過而且Sapi這次來台灣 令我們有點大開眼界 他是有高學歷 他是博客來大學的學生 對 是 他是唸生物的 而且他準備要考醫學院 考醫學院 對 因為他這個… 因為美國的醫學院 他是學士後醫 也就是你在學士的時候 你在唸大學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選醫學的 你只能選生物相關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立志要做醫生 所以他就是選擇生物方面 然後在等畢業之後 我們再考醫學院這樣 哇 博客來大學是很厲害的學校 對,非常強的學校 對 對 我們只聽過博客來… 書成 書成 所以他… 而且他又非常的… 所以已經… 心裡就是決定好說 我… 將來就是要唸醫學這樣子 所以… 那他自己又對這個… 電競之路啊 這個… 很難忘懷 所以他就是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休學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好好來… 這個專心自己的職業之路 然後呢… 不管是… 哭是笑對吧 不管成績是好是壞 就是… 至少完成自己的一個電競夢 哇 這樣才能放心去唸他的醫學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 Sapi 他們家裡面的家人也很開明啊 尊重他的決定啊 這個… 讓他可以完成夢想 不然… 如果一般… 比較傳統的 也許台灣的… 父母親就把他膠打斷了 打斷了 打什麼… 你這麼高學歷的 對不對 當醫生的 打… 打電競齁 還…還休學來打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們家的人也非常支持他啦 哇 這很難得 對 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對人生往後的影響 我覺得還是滿大的 就是你… 你人生有… 有一件事情 後悔的話 其實你就會覺得人上… 好像有一個卡卡的… 有一個缺憾在那裡 對 如果能夠把他滿足 那其實你就更有 往前進的一個力量 就… 不會再有後顧之憂啦 反正這件事情 我已經做過了 是的 那接下來就朝著… 就是要想當醫生的這個目標 全力挺進 是的… 後來看這一回合 誰贏誰聽牌 關鍵的第五回合 誰贏誰聽牌 已經開了三框的是蟲族 Suppie下了三框 是 他是一個裸霜開局 然後呢 這次又是一個豬狗開 好 先往對手在裡面壓 先往對手水晶那邊壓 哇… 卡的位置很好啊 狗全部送掉 再來還是得要生意化蟲嗎 對 趕緊先把第一根水晶壓掉 第一根水晶壓掉之後呢 那… 後續在對方傳不出兵來 自己就可以比較安心這個… 再補攻兵了 嗯… 那這樣的話就是… 喔唷… 選擇VR 選擇我們機械製造廠 這是… 比較少見啦 因為… 選擇機械製造廠會… 必須要承擔一個風險 就是說… 萬一如果對手是 直接轉飛躺的話 那你可能會沒有東西對空 然後就算是你傳了大量的墜裂 然後就會… 沒有科技 然後跟對手的高科技兵力 來… 來做一個對抗 喔… 所以現在… 呃… 神族的散就… 比較擔心的是 對方出飛躺就是了 嗯… 對… 這個時候要怎麼做 這個時候一定要先來個請下 所以我們看到他… 他走VR線 就是我們的機械製造廠呢 他是先出臨境 嗯… 然後呢這個… 再… 先去做騷擾 那因為你騷擾的時候 你是在隊友家裡 所以你也可以順便偵查一下 看看對手的… 這個部隊動向 然後出兵的一個動向 然後出兵的一個動向 這是很重要的 唉唷… 聰明喔 弄了一個假先知給你看 欸…我出先知了 喔…你怕不怕 哈哈… 對…這是假的齁… 對… 這是幻象了 是…我們看他是不是要… 要蓋我們的包子塔 包子塔是已經放好了 嗯… 然後家裡是轉… 是放下蟑螂蟲草 對… 好,這邊看到是假的 對… 不過包子塔也算是現在… 算是基本配備 基本款,簡配 因為衝出之心 也不用進化室就可以下了 對…這個好很多 對…就是不要省 對…不要省 對…不要省,該放的還是得放 對…要不然有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什麼… 樹影刀的啦 然後就… 你刀打過來 然後…你沒有包子塔 然後又沒有二本 沒有監察王蟲 然後全部被砍死了 對… 就很悲劇了 就悲劇了 就被泡老人查 就被悲劇 哇…這邊的… 潛壓得非常好 這個鄰近是起到傳兵的效果 雖然水晶是被咬掉 但是用傳出人靜來傳 對…這個… 這一波狂戰士 也是…也是傳得非常的… 非常的精髓 我…上面的三框 還好張老師出來 那這樣的話 這波進攻是要鎖住沒有問題 要小心就是臨近待會的一個… 就是還會再從側面 再打你的多線 好,過來…封入口了… 封入口… 封入口… 對,就是這個 就這麼剛剛好 你爬了兩個階梯了 結果它就封在第三個階梯上 上不來 對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鎖皮是全部拉出來了 好,但是還好 這個正面還是突破啦 沒有帶哨兵… 沒有…哨兵沒有了 對,這個其實… 這個打法也是滿經典的打法 就是說很久以前就有這樣的戰術 就是說… 我在三框有沒有 先搞搞你,然後傳一波狂戰士 搞你,把兵力拖在那 然後呢,我的哨兵呢 就直接靈驚載走 然後往你主框飛 然後去封你的主框 這樣的一個打法 對,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戰術 其實還是有用的 雖然這一次沒有說非常的成功 但是…也是給崇竹一次 其實大的壓力 崇竹目前的工兵數43 神毒47 神毒比較多,工兵 是的,因為這個壓力很大 因為不斷地在那邊做進攻 然後傳兵幹嘛的 導致我們崇竹是一直沒有辦法… 一直沒有辦法安心補工兵 那這樣的話呢 因為神毒家裡面 是要準備打一個兩晃一波 所以…這樣子的話… 怎麼樣…在產兵 產能上面呢 是要小心 是要小心 就從組來說 就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這波兩礦 打出來的威力會非常的巨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也是 盯著對手三萬抗 不讓你開三礦 殺皮…受不了啦 不能忍啦 直接要往對方家裡奔了 被那個傳出人境搞死了 對,搞得很煩了 搞得很煩了 對,那看到對手家裡面 是沒有開三礦 那自己也知道 對手是要準備打個兩晃一波 好,這隻小狗是立功啦 看到隊友出門 看到了… 看到了喔 光榮犀牲 好,但是… 這一波就要看 這一波的關鍵是在於 我們的… 緩速立場 還有…喔… 重做選擇… 換家嗎 溜過去 喔… 還是要選擇從後面包呢 因為我覺得… 這一波如果用包夾的話 是很有機會守住喔 還是要直接奔對手的家裡面 不過正面已經過來了 對…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要小心 這樣要正面兵力夠嗎 對,正面… 而且沒有第一次的感覺 對… 這個完全是無功而返啊 這樣的話 對手是直接跑到斜坡 這邊來了 慘了… 直接上廚礦 對 他只剩下蟑螂 這個慘了… 這個只要站到斜坡口 就… 就無限卡住這個斜坡口了 好,這邊是準備換家… 正面突破了… 正面突破了… 對,正面突破了 但是… 主礦坡口… 主礦坡口好像被突破了 山…這個雙線是來不及… 來不及反應 哇…頂上來了… 哇…這邊是… 哇…一個都跑不掉 現在真的打成一個換家局面了 哇…一隻探車機都跑不掉 真的要換家 對… 前面的換家就是跟True換到13滴水晶 13滴血的水晶 對… 然後拆房子拆到那次 那場真的太精彩了 對…那個散是獲勝了 打敗True的那場 不過前面真的要換家了 要比拆房子了 對…我們看看這次 Suffy的換家功力怎麼樣這樣 Suffy這邊在… 11點鐘方向左上角 趕快要再下一個礦 是的 那神族沒有了 沒有礦了…沒有主堡了 神族還有25隻工兵逃出來了 全部在正面… 金礦也還有800多還夠 對…兩邊都…金礦都還滿多的 這樣都打成換家了 對…真的是因為這回合 打成了換家 你家就是我家 喔… 這邊神族已經沒有主堡了 不過有工兵逃出來還可以… 金礦還夠 可以再下主堡 是…現在這個狀況其實還滿糾結的 因為正面這一波部隊也… 也很難看出來說 到底哪一邊能夠玩吃對手啊 喔… 對…所以… 沒有…沒有正面的優勢 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說一個… 怎麼講 就是打法會變得很拙遠 你要看情況 你要看對手是不是在一個好的位置 然後是不是可以包夾的位置 如果萬一對手是在一個… 欸…剛好對手地形有力 然後又剛好被堵到 那對手可能立場一封吃掉你一半的部隊 哇…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正面就完全沒有跟… 沒有跟對手打的資本了 不過在… 十一點…十… 十一點、十一點方向 結果他們當鄰居了 對… 別當鄰居了 被發現了 對…被母艦回去看到了 對… 現在這母艦很硬很煩 因為充足是沒有對空的單位 嗯… 水晶… 水晶通通被拆光光啊 這個神族的 哇… 對啊…真的是… 沒有人口 對啊… 怎麼會沒有分母 對… 每次都沒有分母的 對… 直接變70對不對 對啊… 這個沒有分母的 他沒有水晶 所以也沒有兵營可以產兵 沒有發電了 對… 什麼都沒有了 就只剩下那個部隊 喔…主堡下下去了 對… 蟲族應該是沒有看到這個主堡 對…蟲族是沒有看到的 那… 那這樣的話 神族就只能想辦法 這個… 用好的地形 然後把隊友給… 吃掉 一強之格而已耶 對… 而且他很壞喔 他還故意躲在上面 欸… 欸…上來啊… 沒有上到 但是…被看到了 所以阿法覺得 現在這兩邊的部隊的… 量… 數量好像差不多 那質量呢 這邊是蟑螂多 這邊… 還有不朽 其實要看地形 因為如果地形好的話 地形好的話 立場一格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這個部隊 先吃掉 譬如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一旦吃掉之後 正面的這個… 底拼啊 就… 蟲族就很難… 很難打 但是如果是一個好的地形的話 如果包夾包夾得好的話 我覺得蟲族其實是有機會 把不朽給包掉 嗯… 因為不朽的數量目前是… 三台 然後蟑螂數量很多喔 蟑螂是… 喔…26隻 是… 我覺得要包掉是有機會 但是一定要有良好的地形 哇… 發現了蟲族的這一個… 主堡了 就是鄰居啊 就是隔壁啊 原來… 平常旁邊… 聽到有人洗澡在唱歌的 然後就是… 對… 就是你這樣 我剛剛一個畫面 也真的滿有趣的 看一個一直在噴血的… 那個… 包子爬行蟲在… 遷移 喔…對對對 這讓我想到 這個以前有一個… 有名的我們叫… 以前俗稱叫… 幻家海岸的… 貝爾什海岸 對對對… 因為那樣地圖太好換架了 蟲族每次打到這個地方 就…就打幻家 然後就打出了很多很多的 我們所謂的… 幻家名局啊 對… 然後就有… 就有蟲族就有個什麼… 全家有沒有… 就這個… 跟著那個… 跟著這個… 包子爬行蟲一路跑有沒有 對… 因為它最後的建築物就是 包子爬行蟲 那場真的太經典了 現在神族是完全沒有空軍 對不對 沒有空軍 只有無劍核心 無劍核心也不能對空 不能對空 然後… 它還有一個臨境 不過臨境也沒有攻擊能力 對…所以… 就是蟲它完全牽不掉 對… 它不能去打蟲 對… 所以我想說那個… 7點鐘方向下方… 一坨是什麼東西 原來是蟲蟲躲在那裡 蟲蟲躲在那裡 蟲蟲躲在那裡 因為蟲表示它現在是5點 是的 沒有人打得到蟲 對…這一坨… 我以為是什麼冰 原來是蟲蟲 喔… 這邊這個… 現在也沒有… 也沒有事情做 對… 他們現在是很悠哉 也沒有人打得到他們 那現在這個局 到底要怎麼演變呢 現在就很詭訣 因為… 只要神族站住有利地形 我們蟲竹就不敢打 所以我們看到 哇…這邊直接發展起來了 對… 這個兵已經都補到 四、五個了 三個…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 介紹廠 後面還放了 我們的野鏈廠 準備放光炮 以及升工坊 蟲竹… 沙皮這邊是有兩個礦 兩個礦區 嗯… 現在我們又可以回頭 看這下工兵數量 目前來說 神族30 蟲竹24 嗯… 神族的工兵本來還真的補得 比較多起來 對…這個… 我們剛剛從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不是說 那個水衣都被打掉了 沒有分母 現在分母馬上又變回90了 嗯… 而且現在又發展起來了 真的… 然後… 好… 現在有… 有追劣可以打那個… 氣球了 這個王蟲 對…這個傳出來了 嗯… 然後… 因為現在… 蟲竹沒有對空 所以這個被林靜搞得很煩 那林靜就無限上… 上下下上下 他其實… 他其實如果膽子大一點 他可以把那個… 弄個不朽在裡面有沒有 然後用那個什麼… 電梯流 電梯流 然後這樣子去… 去… 去繡操作 然後去… 看能不能吃一些冰這樣 嗯… 不過我這也都是秀啦 因為其實效益沒有特別大 好…就又打一個… 打個氣球 唉唷… 小狗想要過去偷 但是有大光炮 喔…閃現追劣 對… 這個四肢… 可以… 這邊來… 一次秒攻兵 對…來不及救喔 因為兩個礦區差距離超遠的對角 對… 所以那個礦… 薩平那個礦要掉囉 不過還好 因為攻兵只要存活著啊 其實都… 結果他都還可以 對… 這個礦區打掉 我們在… 隔壁再開一個… 對… 比較近了 比較好照顧吧 對… 結果我們現在… 結果… 目前… 我們從右上左下的點位 現在打到左上右下的點位 對… 換家…換這個… 換個地方蓋房子了 現在神族也有了兩礦了 對…這兩邊都重新發展喔 嗯… 不知道… 不知道這時候 雙方會打出什麼樣的打法 我們看到… 唉唷 薩平這邊 升了二本之後 是… 繼續出蟑螂 然後把蟑螂的遁地 以及埋地移動速度給升了 這樣的話就是要持續爆蟑螂啊 來跟對方做比拼了 這個算是… 又…又再一回合嗎 又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 對啊 又重新再開局了 對… bonus 這樣… 對… 唉唷 這小狗亂得還不錯喔 不過神族部隊這時候 因為往前壓架裡面 沒有東西做防守 好,這時候一定要地形要卡好… 地形要卡好… 這裡有很多哨兵 對,這個立場無限多 立場無限多,一定要把地形卡好 要不然被隔了就很慘了 直接逃走 因為自己知道地形非常差 好… 下面的公兵 公兵表示要被屠殺了 對,這樣二本科技也沒了 這樣的話… 薩平就難倒了 因為重新這邊是… 嗯… 就只有這個科技… 然後神主那邊是… 完完全全是沒有問題的 只好去穿你家… 對… 再換家… 但是… 喔唷… 因為這個地形 其實對神主來說是有利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斜坡也是比較窄 然後上面的高台也是比較窄的地方 哇…直接回城 喔對… 用母艦核心啊,整個回舊 哎呀… 蛇皮剛剛… 剛剛沒有抓緊包夾的一個機會 真的非常可惜啊 這波自己的礦區又掉了 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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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毀了 一個礦區 是… 但是這邊… 對… 又要掉了嗎 一點血 還好,還有347塊 還可以再造一個 哇…但是… 這整個局勢就完全是… 落入了我們神主的… 這個掌握之中了 主要是那個二本掉了 對,二本掉了 經濟也都掉了 然後剛剛… 因為立場一封有沒有 工兵的數量應該也是有差距了 對… 工兵現在34對12 對… 剛剛原本心性向榮的這個 二本的主礦 講主礦對嗎 他… 因為那個… 他想要上去跟這個蟑螂會合 但是… 哎呀… 就被立場… 大量立場隔住 因為擊殺太多了 哇… 真的那個無限立場 對啊… 太可惜了 就是… 沒有那個自信在中間來一波包夾 真的非常可惜 哎呀… 那邊埋地 結果小眼睛看在眼裡 欸… 你好… 有事嗎 對…有事嗎 哇… 這個太慘了 這邊… 再損失一波部隊 哇…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從…從…從如就真的太難打了 嗯… 神主現在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把… 這個不朽數量弄出來 然後… 部隊量弄出來 然後就可以往前頂了 這一波蟑螂 連包夾的機會都沒有啦 數量太少了 對… 而且當然還有… 觀察者小眼睛在那裡 沒有盾地偷偷過去都被發現 對啊… 埋地… 最後的殺招 埋地移動 哇…這個也都被… 對手給偵破了 哇…引刀塔 哇…這個… 這個已經是… 我純粹是… 心裡怕怕的 因為目前平手嘛 嗯… 這個…還是… 保險一點好 先把引刀塔弄了再說 那個是一個傳輸人禁喔 對… 就在人家… 上空欸 對啊… 可能直接在臉上傳引刀這樣 直接存在人家陽台上啦 嗯… 兩邊其實也都… 都…都… 都…都… 都比較保守 比較小心喔 有沒有看到… 莎皮是不敢做包夾 然後… 扇是不敢做貿然的推進 還是要等引刀 然後…用引刀啦 因為引刀一出來 對方沒有二本 然後如果沒有那個… 那個包子爬行蟲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 是穩贏的一個局面 對…就是… 致命的一擊了 對啊… 完全沒反應了 一隻就可以把隊友給打死了 嗯… 好…引刀塔是快好了 好…直接在臉上傳引刀 哎呀… 喔…喔… 還是要… 他剛才按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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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一個包子爬行蟲 好…但是引刀已經好了 直接傳你臉上 太引出來了 哇… 滅國了 對… 滅國引刀 這可能要直接打GG啦 嗯… 還想要再堅持 但是… 喔…聰明 用蟑螂去H住 包住 但是… 上上下下 只能打GG所以沒辦法了 好… 所以在這第五回合 是由神族的SAN獲勝啦 現在已經是3比2聽牌 先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好…各位觀眾 7戰4勝之的比賽 目前是由於閃電狼的韓國選手SAN 江朝元選手已經是聽牌了3比2的聽牌 現在進入到的是第六回合 SAPI 劉柯能選手選地圖 他選的是奧特星要塞 那我們在奧特星要塞 左上角 這位藍色的神族選手 就是一技戰隊的SAPI 而左下角這個7點鐘呢 紅色的神族選手 就是我們遊戲閃電狼的SAN 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總共也只有7張圖啦 所以其實… 呃… 對方已經聽牌了 那其實SAPI也只有奧特星要塞 以及炎獸這兩張可以選 他選的是奧特星要塞 是…因為炎獸這張地圖真的滿小的 對…對神族想要特別像這種SAN 喜歡這個狂戰士前壓的 呃…這種打法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SAPI這張就選擇奧特星要塞 是…呃…非常合理的 對…想要守住對方的賽末點 好…那…比較大的一個地圖啦 對… 那上一個回合呢 換加之後 其實真的最主要就是那個… 哨兵出來整個擋住了 對… 雙方看起來那個… 呃…部隊量其實差不多的 對…其實喔…我覺得… 其實…呃… SAPI一直都不太敢跟SAN來做正面的比拼 其實SAN第一波部隊壓出來的時候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SAPI就已經有足夠的部隊 可以在空曠的地方做一波包夾 嗯… 其實我覺得…我覺得就已經有機會 可以把那一波部隊給吃掉了 那…但是SAPI就是沒有這個包夾的勇氣啦 所以他選擇換加 結果換加換完以後呢 欸…結果第二波SAN又壓過來了 結果SAPI又不敢做一個正面的包夾 又讓SAN直接壓到一個路口 那…非常可惜啊 那個…那個地方就很好放立場 特別是掃兵那麼多的情況之下 對… 那…那…那個地方一旦被壓掉以後 我們就看到SAPI就整個… 就…情室就完全是落後了 唉唷…這個蟲族…SAPI 哇…裸山了… 裸山了… 裸山啊…打這麼大膽啊 這可是對方的賽末點耶 對… 就直接跟他拼了… 對… 這張…這張地圖其實因為夠大 所以裸山其實是…有機會的啊 喔… 而且裸山如果他是接… 唉唷… 他不是接鮮瓦斯喔 喔…他是… 喔…還是要… 瓦斯還是…還是要放 只是稍微慢一點點而已 對…那… 這個打法就是裸山 然後呢快速的… 先把瓦斯… 一般是先放瓦斯啦 那他是先放這個… 先放狗池 那其實差不多 那… 放完之後呢 我們趕快把狗樹提出來 然後因為我的這個山礦啊 非常非常的早 所以呢我在補公兵上面 會比一般的這個… 呃…一般的兩礦開 然後提狗樹再開三礦來說 公兵數量還要更多 而且因為有三礦有蟲卵 所以你狗的數量也…也很多 所以這一波出來的時候 善選擇單兵開礦 的一個打法 然後呢做一波潛壓的話 是很容易是被… 大量的樹給包夾住的 是…不過我們這邊一直盯著 這次探射機 他會不會看到三礦 喔…三礦因為是內雙 所以他看不到 看不到嗎 對…但是看到… 看到蟲竹 因為他…他要看到 他要進去啦 他進去的話很有可能 這個…對方可能有… 有什麼媽媽小狗在那邊等著他 所以他不敢進去 欸…狂戰士來了 狂戰士來了 對…狂戰士來了 他剛剛只看… 對…看到兩礦啦 對…他其實一般來說 看到下面開礦 大概就可以猜到他… 裡面也有開礦 因為他的二礦是在裡面的 比如說你要到…你要用走的走進二礦的話 你要先進過竹框的斜坡口 嗯… 對…所以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不會有人直接放下面這樣 不過直接那個… 母劍核心愛飛去哪裡看就可以看了 對…這也是 母劍核心已經看到了 喔… Savi這邊是先出了一些狗 看看對方的一個打法 唉唷… 看到對方這邊放水晶啦 那這樣的話就知道 對方是一個潛壓性的打法了 又來了喔… 是…我們可以看到喔 十四條狗再出 狗數目前還差一半 拖一下時間狗數就可以好了 好…狗不斷再出啊… 這個…因為知道對方有潛壓的意圖 好…這場比賽獲勝的… 將進入到四強喔… 四強就是明天要跟… JuneL True喔… 也是韓國選手… 房泰珠選手… A組… B組第一的… 類型賽… 五戰全勝的… 來…打四強賽… 嗯… 嗯… 又是一個… 我們上次看到一個非常好看的組合啊… 不過這一場比賽看… 哪一個選手可以勝出啦… 是… 因為Suppie對True的話… 也是我們這一季沒有看到的組合 嗯…沒錯… 如果能夠看到這個組合… 也是… 相當新鮮的… 沒錯… 對… 他們… 類型賽分的不同組合… 對… 狂山獅來了… 大量的小狗… 這邊提速過包夾… 但是一個緩速… 這時候… 狂山獅就應該要躲在環球底下… 打會比較好一點… 要不然會不會像這樣子被包住啦… 狗的數量有點多… 旁邊還有兩隻在那邊偷工兵… 對… 但是這邊的狂山被咬掉啦… 會有一根地刺在那邊保護著… 對… 工兵是… 而且跑得比較快… 這個…就沒有被殺到… 好啦… 這個… 這時候… 我們的Suppie認為是自己守住了… 所以我們看到… 後面是職業制補了大量的工兵了… 而… 我們Suppie這次又選擇走… 機械控制… 而…機械製造廠啊… 這個想法… 他難道又要打一根… 跟之前的打法一樣嗎? 就是… 臨近騷擾… 然後後面接大量的不朽… 再推一波嗎? 恩… 因為這張地圖其實很… 大… 不是很適合… 打兩況的一個打法… 這個就要看看啦… 就要看看我們Suppie要怎麼樣來處理…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 地圖上的一個因素啊… 喔… 不過剛剛的… 前壓著… 黃正是… 重逐Suppie這邊是守住… 對… 這邊有扎一根第四… 裸三能不能夠取得… 經濟上的領先效果… 恩…應該… 他大概補攻擊… 是會補得很快… 但是… 現在… 比較… 要小心的就是… Sun因為… 架裡面是出不朽啊… 這個…很明顯就是… 後面要接… 不朽的一個打法… 所以他… 他這一波… 就是要… 會推出來會非常的凶狠… 喔… 真的… 一隻不朽出來了… 對… 一般來說 好 第二隻不朽也在出了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確定 對手是一個… 要打一個… 我們數成三不朽的打法 恩… 但是… 這時候就要看… Suppie的預警 如果Suppie如果預警得好的話 對手一出門有沒有 你發現… 然後因為路程很長 所以你可以趕緊什麼 下地刺啦… 暴兵啦…什麼的 都… 都先做好 這樣的話要數出機會就很大 還來得及因應 但前提你要先看到 對…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重點 喔… 這邊要出門了 出來… 兩個不朽… 兩隻不朽… 喔…看到… 看到大量哨兵 有沒有看到不朽… 應該是有看到不朽吧 喔…好像… 有看到機械製造… 也有看到機械製造場 那應該是沒問題了 有看到了… 就看看Suppie家裡要怎麼防 對… 大量蟑螂跟狗… 哇…我們看到 純的蟲卵全部都刷出去了 把它刷成冰 嗯… 要不要炸… 炸一些地刺啊 對手沒有山礦 炸地刺或許是一個… 能夠… 做的事情 沒有… 嗯… 他的工兵數量可能不太夠 他想說先留著一些… 要準備… 支持自己的經濟啊 好…這邊山礦是要準備放掉了嗎 喔… 好…準備做一個包夾 好… 小狗在外面 蟑螂在哪裡呢 蟑螂在哪裡呢 又要打換家了嗎 又要打換家了 又要打換家了 又沒有自信打正面 嗯… 但是這個斜坡口很窄啊 哇…又要打正面換家 哇…你們看到這邊 立場放得非常的好 對… 只有一根地刺 對… 這個完全不夠啊… 完全不夠 哇…這邊這個立場 太好放了 對… 就一枚… 一枚就夠了 是…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尚發現對手很喜歡打換家 所以他才選擇在這張地圖打換家 嗯… 因為這張地圖防換家 的確是很好換… 很好防 你們看到這個立場一切 有沒有… 對啊…完全擠不進去 對… 完全沒有這種… 哇… 這個…連建築物都咬不到 只是咬那個水晶 一點點的地方而已 對… 就一小口一小口地咬 咬到什麼時候 而自己的家裡面 現在著火了 哇…這個家裡面 是完全沒辦法了 哇… 而且也出不去啊 對方… 擋在入口 喔…終於是咬穿 但是狗數量損失非常的嚴重 哇… 這個…這一波 薩皮應該是頂不住了 哇…薩皮… 很可惜… 對…剛剛我賽評阿法太說 看到了不朽出來 那蟑螂、雷弟、刺雷都沒有 對… 還是沒有自信去打正面 其實用一化蟲去溜 像說他在補公兵的樣子 對…他打完第一波 其實打完第一波補公兵是對的 但是… 然後他後面是補出大亂狗 但是還是不行,GG 所以七戰四勝至的比賽 最後獲勝的是 由於閃電狼的韓國選手 SAN 他是以4比2 擊敗了EG-SAPI 劉柯能選手 殺進到了4強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好,各位觀眾跟大家先預告一下 明天1月5號禮拜天晚上的8點鐘 回來遇到臺灣林現場直播 電競聯賽 跑步卡冰球的部分 繼續進行的是季後賽 ACFoundline 則是最後一場的類型賽 由於閃電狼對上的是橘子熊隊 電競特區 如時戰績的表演賽 由黃鐙輝對上的是天氣女孩 而至於明天的新海爭霸 則是進行四強賽 由Jingale True 重組的選手 對上今天獲勝的 由於閃電狼的神族選手 SAN 也歡迎觀眾朋友持續的鎖定 怎麼樣請觀眾朋友 再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再回來 各位觀眾 這套比賽 SAPI雖然是落敗了 但是它是跟SLAB並列第五跟第六名 還是可以獲得25000塊台幣的獎金 今晚轉播到這邊 要完全告一個段落 非常謝謝我們的賽事獎品 阿發 謝謝展元 同時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彈元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